自古以来 人们对于女性的胖瘦问题 都有有着不同的看法 众所周知的是唐代女子都以胖为美 不过这里的胖可不是指肥胖 而是丰满圆润的意思 而到了现代 大部分人却都觉得瘦才是美 并且有 一白遮白丑 一胖回所有 瘦了穿什么都百搭 胖了穿什么百搭 这样的说法 因此减肥健身 一直都是很多女性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 大家对自己的身材体重 看得那是相当的重要 过度的追求受对人的身体没什么益处 但是过度肥胖对人的危害却更大 身体过于肥胖 不但日常生活会受到影响 而且会让人的器官受到压迫 严重的可能还会危及到生命 而今天要讲的这个主人公 他平时站立不能超过30分钟 小腿上的肉厚厚的垂下来 遮住了他的脚 很多人轻而易举能做到的事情 对他来说 简直是难上加难 他叫安白瑞奇迪 23岁 有着娇好的容貌 和一个过于肥胖的身体 在遮局沉重的曲角下 堆积的全是自我厌恶和焦虑 他的体重大部分集中在下半身 这让他寸步难行 安白瑞奇迪连洗澡都和正常人不一样 要用刷子才能清洗到皮肤的褶皱深处 他对自己的现状十分厌恶 时常感觉很绝望 觉得这样的人生不值得留恋 甚至有时候 他觉得自己对于父母来说 是一个无法修正的错误 如果自己没有出生 也许会更好 从小到大 安白瑞奇迪一直有体重问题 他不知道如何去照顾自己的身体和情绪 五岁的时候 他的体重就到了惊人的73公斤 到了高中毕业 他的体重已经高达193公斤 大学期间 他的体重更是不断增加 在无尽的自我厌恶中 安白瑞奇迪抑了 他办理了退学手续 我失去活力并失败了 我感觉我不像个人 我已经是个失败者了 何不继续失败下去 肥胖 必然和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有关 安白瑞奇第一天要吃四五顿饭 因为不能久站 他连饭都不能给自己做 只能依赖于家人的照顾 体重让他常常活在焦虑的情绪之中 吃之前会对即将摄入的热量感到恐惧 觉得难以面对 当食物被家人放在面前 他又忍不住把食物当成发泄焦虑的途径 等到进食结束 他又开始为了刚刚吃下去的食物 而开始心一轮的焦虑 父母也明白他的焦虑 但不知道该如何帮他缓解 只能纵容他用食物发泄 食物的摄入会引发焦虑 为了缓解焦虑而进食 进食又会带来更大的焦虑 安白瑞奇第一只活在这样的恶性循环里 就连对于常人来说很简单的上楼梯 对他来说 也许十分艰难 只能一点一点挪上去 等到了下楼梯的时候 他双手撑着扶手 缓慢的挪动着双腿 一个不小心他就摔了下去 这样安白瑞奇迪沮丧极了 他干脆坐在台阶上哭起来 爸爸过来拉他 问他怎么不喊自己帮忙 他是个内心很敏感的小姑娘 爸爸曾经嘲笑过他的体型 所以他不想喊他帮忙 他想证明自己可以 但是很可惜 他不可以 在生活中给予他支持的 不仅有家人 还有他的男友 因为男友喜欢体型风满的女人 所以在两人恋爱后 他又长胖了91公斤 看着睡在沙发上的男友 他眼里充满了爱意 同时也十分懊恼 因为自己的体重 男友无法享受到亲密关系 体重早就成了安白瑞奇迪生活的负担 出门也十分不方便 他坐上副驾驶后 连车门都差点关不上 要靠男友人工来推门 到了超市 他骑上一个特职的小车 虽然罪恶感一直折磨着他 但食物还是很快就堆满了他的购物篮 男友虽然知道这样对他不好 但最后还是选择了纵容 其实安白瑞奇迪对自己的身体比谁都清楚 知道自己不能这样下去 他也曾经痛下决心改变 但是当食物放在面前 他又忍不住开始进食 看着女儿这么痛苦 妈妈也十分担心 她经常在夜里惊醒 担心女儿会因为肥胖离世 李生也说过 再这样下去 安白瑞奇迪可能活不过三十岁 于是一家人终于痛下决心 要带他去治疗 他们要坐飞机去往休斯敦 安白瑞奇迪已经好几年没有出门了 对于要去公共场合 他表现底十分紧张 到了机场 他坐在爸爸提前准备好的轮椅上 没想到轮椅却不征集的坏了 没办法 他们只能去寻求工作人员帮助 最后找来一辆行李推车 在前往登机口的路上 他遭到了路人的围观 还有人拿出手机拍照 敏感的安白瑞奇迪感觉十分丢脸 上了飞机 由于体型庞大 爸爸给他买了两张机票 当他艰难的寄进座位坐下时 只感觉一切都像一场噩梦 来到医院后 他先称了体重 现在的数字是298公斤 医生告诉他 像这种情况 只有减肥这一条路 如果他能在一个月的时间内 减掉9公斤 说明他有减重的决心和行动 那医生才有信心帮他 安白瑞奇迪决定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为了方便治疗 他和家人搬到了休斯敦 安白瑞奇迪还很年轻 还有美好的青春和未来 他想要读完大学 想要再次开车 想要和男友组建一个自己的家庭 所以他对这次机会格外珍惜 首先 安白从饮食下手 他将食物进行称重 严格限制自己的摄入 男友吃汉堡 他吃水煮菜 还给自己加大了运动量 在弟弟的陪动下 他忍着腿痛出门运动 在这样的努力下 安白瑞奇迪一个月瘦了8公斤 虽然没有达到医生的要求 但医生已经看到了 他的决心和行动 于是决定帮他做一个围绕的手术 温柔到手术在缩小为容量的同时 也减短了小肠营养吸收的过程 双管齐下 这样才能帮安白瑞奇迪 更快达到一个理想体重 其实他有些忐忑 安白瑞奇迪很怕手术会出现什么意外 但是他没有别的办法 他不想再做一个让父母失望的孩子了 他不愿意再让恐惧和焦虑打败他 一个月后 手术如期进行 在全家人焦急的等待下 手术进行地很成功 看着虚弱的女儿 父母围在床边安慰着他 两天后 安白瑞奇迪能下床了 他立刻开始了运动 动完手术后 对安白瑞奇迪来说最大的改变 就是他不会再一直觉得饿了 这让他真切感觉到未来有希望了 不久后 他便出院了 父母也回去继续工作 只有弟弟留下来陪他 没想到几天后 他因为严重胸痛紧急送往医院 对于他这个体重的人来说 心脏负荷本就濒临几些 再出点什么问题的话 就随时可能面临死亡 结果在细致的检查后 医生发现他只是恐慌症发作 在此之前 他情绪的发泄渠道一直是食物 而现在他不再用食物发泄 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 在医生的建议下 安白瑞奇迪去看了心理医生 在医生面前 他哭诉了焦虑的根源 他一直觉得父母对他很失望 而且因为肥胖 他的人生完全失控了 可他却不知道该怎么掌控人生 心理医生一直安慰他 让他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学会往前看 当安白瑞奇迪做出改变的决定时 他就已经在改变的路上了 七个月后 他瘦到了256公斤 可以坐进驾驶座开车了 安白瑞奇迪好兴奋 这意味着他离独立更进一步了 到第九个月的时候 他捡到了233公斤 安白瑞奇迪心情大好 决定去买点衣服 对着镜子 他欣赏着瘦了一拳的自己 看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改变 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第十个月 安白瑞奇迪觉得有能力照顾自己了 他告别了弟弟 开始了真正的独立生活 时间过去了一年 他在男友的陪伴下去 月复查 他成功减掉了121公斤 现在只有177公斤 医生也为他高兴 并告诉他 体重到了113公斤的时候 就可以考虑做皮肤切除手术了 安白瑞奇迪的人生在一遍遍遍好 在他的努力下 美好生活的大门在对他逐渐敞开 他也在继续坚持减重 吃健康的食物 并且去健身 安白瑞奇迪变得越来越自信美丽 但是当他逐渐瘦下来的时候 陪他走过最艰难时光的男友 却和他分手了 因为他已经渐渐不符合男友对丰满的标准了 恢复单身后 安白瑞奇迪的生活同样精彩 他经常在社交网络上发照片 如今安白瑞奇迪皮肤也显得比较紧致了 看起来很是性感 五官也慢慢凸显 可以看出他和以前简直是判若两人 瘦下来的他 甚至被网友评价说 酷似奥黛利贺本 减肥前的他走在大街上 引起主持都是因为他的体重 而减肥后 他竟然靠颜值新演的一波粉丝 经过惊人的努力和坚持 没多久 安白瑞奇迪开始了新的恋情 果然 瘦下来连桃花云都忘了 不得不说 减肥真的是最成功的整容方法 瘦下来后不仅身材会发生改变 连五官都会变得精致许多 之前 安白瑞奇迪就算是陷入了自我厌恶 也没有放弃过改变自己的想法和决心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减重 多的是难以抵御食物诱惑 继续暴饮暴食的人 但安白瑞奇迪坚持住了 他用自己的行动改变了人生 虽然改变的过程很难 但他还是咬牙坚持 健康饮食 保持运动 这就是他减重的成功力决 除此之外 还有相当大一部分 是因为在一生和自己的努力下 他看到了希望 所以说 当一个人在绝望中生活了这么久的时候 即使是小小的一丝希望 也能创造出奇迹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想看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订阅 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表面 i know you 给你带来